請起立 走 請坐 大家董心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昨天 我們有一個莊教授 Q&A裡面 談到 有一位童心 他說 他都聽不懂 所以 我今天 我會用 大家都聽得懂的語言 來 介紹 我們今天跟大家 所 研討的題目是 會計制度 和事例 有很多 的人 都會了解 會計 也在做會計 實際 實際上 你要做會計 之前 必須要了解 會計制度 我簡單的 一個例子 跟大家來 商討 這個問題 我們 家瑟 一個公司 假設一個公司 他的 賬 給兩個 會計師 來做 做出來的 營餘 最後 是不是 一樣 這個問題 要請問大家 一樣的 請舉手 請換下 不一樣的 請舉手 謝謝 謝謝 都有人舉手 所以 我要告訴各位 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 我們去思考這個問題 都是 會計制度 裡面的 問題 所以 我們 要 了解 這個 會計制度 先 給大家 一個 腦筋 一個 觀念 在 食物上 魔甲的會計師 手牽的帳 他 他是 依照 他的 會計制度 的 觀念 他的 認為 這樣做 是 最 穩當的 魔魚 他的 觀念 他 手 牽的 手 修正的 他認為 他也是 很 穩當的 大家 一定會 問 那奇怪了 在 會計系的 一些 同學 為什麼 考出來的 我們 考試的 題目 大家的 答案 為什麼會 一樣 再來 進一步 高考 普考的 會計的 試題 跟管理 會計的 試題 為什麼都會 考出來 大家都一樣 這幾個問題 大家去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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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 假設的 條件 都把它 擺進去 考試的時候 他所 假設的 條件 我要 你採用 什麼 方法來 算 採用 哪個 啊 計算 的 啊 方式 或是 採用 什麼 啊 分攤的 啊 方式 來算 所以說 條件都把它 設定了 所以 答案都一樣 那 在食物的 帳上 就不一樣了 食物的話 就是 因為 會計師裡面 所 簽出來的 帳 是 依照 他的 認定 跟觀念 來 做 所以 啊 這些問題 就產生 在這種 情況 也就是 我們 等一下 要來 談到的 啊 一些問題 啊 先給大家 了解 這種情形 好了 那 我 事先 也 自我介紹一下啦 啊 因為 時間上也蠻寶貴的啦 如果大家 要了解我的話 蠻簡單的啦 啊 你上 Google 跟 Yahoo 打我的 名字 啊 啊 打我的 名字 啊 張文燕 應該會找到 但是 如果 因為張文燕的名字 太多了啦 啊 有的啊 運動家 啊 也是 跟我的 名字一樣 那麼 如果你打 張文燕 教授 就會 找到我啦 喔 這個啊 也 跟大家 啊 介紹一下 要看我的 啊 資料啊 上 Google 跟Yahoo 但是 一定要 加兩個字 啊 就會 我的照片 也會在裡面 喔 這個是 跟 啊 自我介紹 那麼再來 啊 我們要來看今天 要講的 啊 啊 綱要 第一個 我們 要來介紹 什麼叫做 會計制度 第二個 政府的 會計制度 我們 童心 有一個審計單位 啊 的童心在 啊 這裡面 那麼 政府的 啊 會計啦 在 早期啦 都是自己獨立出來 一個系統 慢慢先進的國家裡面啊 已經啊 認為 一個國家 跟一個企業集團 的會計啦 應當是 相同的 不能 啊 他的處理方式啦 啊 所不同的啦 只是 每一個國家的 自己的 啊 法規上 的一些問題 或是自己 啊 傳統 的 啊 一些問題 所以 慢慢的 有人會發現說 為什麼先進國家 他們的 那個 經濟的發展 都一直在成長 那有的 比較保守的國家的 啊 因為他們 本身的 會計制度 的 政府的 會計制度 沒有跟 企業 啊 的 會計制度 的方式來做 所以 很多官員 他的解釋 都不一樣的 因為 為什麼 他會選擇 他有利的方面 來做解釋 他不依照 現在 大家 上市公司 在啊 我們 2013年 1月1號 要實施的 國際財務 整責 啊 世界 先進國家 啊 在台灣 將 會計 這個 大的改革 也要 朝著 世界 潮流 在做 因為 未來 要使 一個 國家的 企業 能夠在 國外 啊 吸收 資金 好像 我們所做的 賬 是依照 國際財務 報道整責 來 做的賬 你可以在 英國 倫敦 啊 上市 籌目資金 你也可以到 紐約 啊 去籌目資金 那你的 啊 賬 都不必要轉換 啊 你的賬 都不要 那如果是你美金 記賬 那 也不 啊 根本 如果以台幣記賬 你還要換算美金啊 啊 這些啊 有一些的啊 比較小的問題 事實上 現在 現在 已經啊 啊 啊 在 企業方面 是這樣做 啊 我們政府方面的會計 也在偏向這方面的 啊 在做 啊 這個也是 我們所做的政府會計制度裡面啊 我們等一下也會提到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啊 就是一般公認的會計原則 這個就是說 剛剛我們跟大家介紹要講會計制度的時候 因為一般公認的會計原則 啊 某家所看的 他認為 他是 用這種方式做的 某語來講 他認為 啊 在這個公認的原則下 不 啊 脫離 這個原則 那你所做出來的 啊 也認為 是 公引 啊 能夠正確的 公引 表達 啊 啊 一個企業的財務狀況 跟真實性 那 那麼 也就可以 啊 這裡面啊 所以說一般公認的會計原則啦 是相當重要的 那 我們也會一一啦 啊 再加以介紹 啊 這個會計政策啦 啊 啊 啊 因為每一個國家的發展都不一樣 他所定的啊 啊 目標也不一樣 啊 啊 所以說 他所用的 記賬啊 啊 的策略啊 他的政策都不一盡相同的啦 啊 再 再來 還蠻重要的 啊 啊 我們 一直在強調 為什麼 我們必須要有 民政府 來 作為 台灣 的 政治的一些 大改革 為什麼 是因為啦 很多 單位啦 都是西色的 掛名 在一個單位上 那個 那個 最近所爆料的 真的是 真的是 我們感到蠻痛心的 真 啊 一個 一個政府單位 內部控制都沒有做好 什麼有政風單位啦 有什麼單位啦 一趟啊 都很多 還有 檢察官啦 也 都是在 啊 做什麼 把關的 這些都 跑去哪裡啦 我也常常在上課的時候會提到 啊 如果 啊 很多 好像 什麼 特製會啦 啊 還有什麼 那個啊 那個 機要會用啦 各種 有的啊 所有 發生的 我的 見解啦 第一個要辦的是辦什麼 辦 會計 審計人員 為什麼 您最清楚嘛 您最知道嘛 好像前幾 前一個多禮拜啊 報紙一看 大學的一些教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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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怎麼樣 因為做研究 他的單據都是違法的 所以 真正要辦的話 要抓幾個教授去監獄 啊 為什麼 不去懲罰 會計審計人員 如果 用重刑來判會計審計人員的話 那 他就把關啦 也這個就是 內部控制嘛 你送來的單據 啊 這個就不對嘛 這個不能和銷嘛 你就退回去就好啦 啊你又要把它和銷 再來把它抓出來 因為他 我是專門做研究的 我的忙的鑰匙啊 那麼怎麼 啊我就交代啊 那個助理說啊 這個要 要 要拿單據去報銷 那 不是 在這種狀況之下 所以 很多 大學裡面的教授 所做的 研究 但是 遇到報銷的時候啦 真的也是 是 頭痛啦 啊 但是 最重要 的 就是 會計審計人員 沒有真正的把關 如果有真正的把關 我們 不至於 發生 啊 有的說 歷史的工業 啊 常常有時候聽到說 歷史的工業 好了 我們再來 來做一個 這個例子啦 我們做這個例子啦 我們做這個例子啦 要給 每一週裡面啊 要 來 練習 我們的 會計 週裡面的會計制度的 如何來做 啊 如何來 編這些 預算 那麼 我們 今年的 現在啊 就 7月1號 到12月 我們 在 擴大會議在台中 舉行的時候啦 啊 那個 秘書長已經有 交代說 每一週的 7月啊 這個下半年 這個 預算啊 大家可以來 編一些 你們 週裡面 所要 各種的 啊 推展的一些 活動的 會用 來編 那 當然 要編的話 如果 中央的 啊 你們 申請的 預算通過啦 中央 經會 啊 補置 到 啊 週裡面來 週裡面 一定要有一個 很 適當的 會計制度 必須啊 也要 那麼 內部 管控 就是 最簡單的 週裡面的 會計裡面 出納 跟 記賬 一定是 兩個人 啊 不 不可以 出納也 啊 也做出納 也當會計 那這樣的話 就不對了啦 那 在這個地方 要 大家 啊 強調一點 啊 啊 我們 未來 要 推動 我們的一些 政務啦 那 可能 都會 有一些 啊 潛力 利益上的 因素 所以 一直 強調 我們的 童心 不可以 貪污 啊 大家 不知道 上課到現在 有沒有 聽到說 貪污要做什麼 槍斃嘛 這個 我們一定會 執行的 啊 希望 大家 要來這邊 秘書長也這樣講說 我們的 待遇 一定 是 比現在 還要好 因為 以後 我們的財源 多的是 那個 藍沙 啊 琴島 我們叫做西蘭琴島 也是台灣的 那 釣魚台 也是台灣的 那所以 所以 啊 也不必要買這些 怎麼樣 武器 所以 那 再來 我們是要 一塊錢 當兩塊錢用 那這樣 我們一定會 剩很多 今天 我們去看報紙 一打開 貓籃又要花那麼多的錢 大家有沒有看到今天的報紙啊 真的是 所以 啊 很傷心啊 大家很傷心 他一直 一直跟我們花錢 啊 啊 在 在 在這裡面啊 我們 也希望 大家 有這個心 一定 啊 把 我們 我們 要把 以前留的債務啦 不能留給我們下 啊 啊 代的啊 主身 啊 我們要有啊 這種心 來大家 共同 啊 的理想 來做 啊 再來 提來一些沒有遵行會計制度的啊 案例 啊 有的就這個這個案例裡面啊 可以就是 我們 我們 的啊 啊 外交單位 啊 派的啊 啊 門 的官員 633的案件啊 也就很明顯的一些例子 還有幾個例子啊 我們也會啊 加以說明 好啦 那現在來講啊 用文字上的 什麼叫做 會計制度 啊 會計制度 會計制度啦 是一般公認 會計原則 或相關法律要求下 制定的 所謂 團體機關是 一個政府 或是啊 一個啊 跨國事業 都可以啊 包含在內 那麼 內部的 會計行緩的作業 會計政策 跟方法的選擇啊 不確定的情況的 估計的處理 所做的啊 這種啊 定出來的 一個啊 規律 那這個法令的規律 程序啦 那麼我們所說的 叫做一個 叫做 會計制度 好啦 那麼 依照我們現行的 會計法啊 現行的會計法啊 來說明說要 在設計會計制度的時候 要包括這些 那這些啦 我們簡單的稍微加以說明 會計報告啦 一般所說的 財務啊 報表啊 這個我們大部分 那現在的啊 我們所說的財務報表啦 一般在還沒有實施 國際財務報道審責以前 我們所說的都是說 資產負債表 現在這個資產負債表 不能用啦 當然中小企業還可以再沿用 但是一般人民啊 可能還在用這個資產負債表啦 那我們也可以說 也是可以說資產負債表啦 因為前面還沒有跟國際接軌啦 2013年上市上櫃公司 就要跟國際接軌 就沒有資產負債表的直線 我們叫做財務狀況表啦 他不是 那審議表啊 我們叫做綜合審議表 這些只是名稱上的啦 或是營餘分配表啦等等啊 這些我們會計報告 那麼會計科目啦 這個就比較 因為要了解會計科目啊 要先了解會計的要素 有資產宅善 還有負債 業主權益 再來就是收益會審 這五項 這五項裡面 每一項啊 有他的會計科目 那會計科目啦 我們在現在政府也有規定 大家可以上網去把它抓一下 那按照網站上的規定啊 我們來把它劃分 那會計帳簿啦 一般所收的會計帳簿啦 就是從一般所收的 就是日記帳 分裂帳 那麼再來四上錶 要來啊 這些啊 我們這些帳簿啦 我們啊 那麼還有 一些啊 一般總分類帳 這些啦 都是一些帳策啦 那當然這些帳簿 有的有時候消 消後部啦 有時候進後部啦 也有啊 但是看啊 各種工資的情況 那憑證來講啦 我們一般啊 分為兩種憑證 一個就是原始憑證 原始憑證是什麼 大家去買東西 開出來的花票 這個叫做原始憑證 那麼還有一些叫做 記帳憑證 記帳憑證就是 原始憑證來以後 我們要記到帳簿裡面去啦 就怎麼樣 就來做 啊 那個 船票 船票啦 那麼就是記帳憑證 啊 船票啊 一般分為三種船票 啊 收入支支 還有轉帳船票 啊 這個是啊 給大家稍微介紹一下就好了 那麼再來 會計事務的處理程序 這個就是整個記帳的程序啦 啊 啊 我們可以說從日記啊 拿到原始憑證 啊 作為傳票以後 然後再登入啊 啊 那麼日記部 然後再過到分類上 然後做試算 再做調整 調整後試算表 好 再來 編 工作底稿啊 啊 然後 來編啊 我們所說的財務狀況表 跟綜合審議表 那 這個就是 啊 我們的這個就是程序 那麼現在啦 因為電腦已經 取代了 那麼這些的程序啦 所以有的公司 都已經在用什麼 啊 會計資訊化 實質上啦 實質上啦 這樣啦 節省很多的工作量 啊 也可以啦 做很好 未來 未來 做 為 依照 會計 的 啊 資料 做為 管理的 一個工具 所以說 不單純是會計啦 是一個管理的資訊啦 等於是會計是一個管理的資訊 從這個會計裡面去發現 我們未來要怎麼去規劃 我們的企業的發展 那這個 所以說啦 越來 啊 越 啊 能夠 啊 很清楚啦 應用電腦 啊 來處理 那麼 再來 內部啊 審核的處理啦 的這些程序啦 當然啊 我們前面啊 也有講的 必須有相互牽制之外 每一個部門的職管 也應當去負責 好像 像由承辦員到科長 科長到市長 或到主官 這些的程序啦 啊 啊 我們再來看看 政府的會計制度 啊 政府的會計制度啦 是在協助啦 政府 預算管理的工具 各級政府推行政務 及控制資源 依照法令規章的規定 設計一套 會計的紀錄啊 跟啊 報告方式 跟此理整責 我們 這個叫做 政府的啊 啊 會計制 那啊 啊 因為我本身啊 初中 也學商的 高中 也學商的 大學 去讀啊 工商管理 啊 然後 又 要好的朋友說 我們來考會計師好不好 我說很好啊 我很感謝 我那個同學 我們一起 再去 跑到別的學校 要去修神技學 所以 我也參加了 會計師考試 也取得了證照 啊 當然 我本身 在研究所裡面 也是商學研究所 所以我一貫 就到會計研究所 再去啊 啊 掙照 所以一貫啊 跟商的 可以說是 一連貫啊 都跟商有關 也跟 會計 跟 成本會計 管理會計 啊 可能 也是 緣分啊 啊 這個 這個就是 啊 要 跟大家 啊 也說明一下 我為什麼談到這邊 因為我高商也讀 有政府會計這門課 哦 啊 啊 但是現在啦 啊 啊 所謂啊 政府會計啦 已經 用著 非營利 事業的會計啊 都在偏向 這方面 啊 啊 那 好啦 政府會計很重 是啦 預算制度 哦 通常 這個預算制度 是要來達到控制 政府機關的稅入跟稅出的目的 啊 這個就是 但事實上啦 現在 有一個問題出現啊 這個預算的編制裡面啊 大部分都是怎麼樣 啊 啊 我們機關 都是做這些事 沒有特別的 好了 照以前的 這個 預算拿來 大家偷懶 少超 現在物價漲多少 加一下物價指示 調一下 哦 現在這個預算 啊 有的機關說 到 七八月啦 說哪些預算還沒有消化完要趕快消化 我聽到這個真的是 我們很痛心啊 啊 預算 這樣編 啊 預算是這樣用 啊 預算是這樣用 一直 我們 在人民的福利方面 各種重大建設方面 都沒有考慮到人民優先了 可能都是考慮到這些官員的口袋優先 一看 這些大官裡面的財產 如果去追追追追一下 那就知道了 應該會看得很清楚 應該會看得很清楚 好啦 現在 我跟大家報告啊 這個一般公認的會計原則啊 是相當重要 大家 啊 也要了解的 那你這樣的話啦 可以跟會計系的同學啦 去跟他理論一下 好像有的同心 可能小孩子 讀會計系的 啊 一般讀會計系 應該都會有工作的啦 啊 啊 的確 也是 企業界也是蠻需要的 這些人才 啊 那我們來講啊 一般公認的會計原則啦 我們會計原則啦 包括啦 會計食物跟應用方法等 那麼會計原則是根據會計理論 啊 導出來 既有實用價值的 基本的原理方法程序 這些原則 已受到廣泛的接受 那麼我們認為 它是所稱的 一般的公認原則 那麼我們把它列為 啊 十項 第一項 企業個體假設 這裡面啊 現在很多的中小企業 還 弄不太清楚 他說 我的會計是交給 啊 記賬公司 或是說啊 記賬室來做 或是說交給 會計師事務所來做 他們 都認為說啊 這個是 我就交給他們 但是 往 當往 要去問他的時候 你是不是 你私人的賬 跟公司的賬 混在一起 有的會計人員說 老闆啊 這個是你私人買的東西啊 不能拿來記賬的 他有的老闆很不高興啊 你快去領我的錢啊 你要來管我 我這個錢要 什麼用 你都在管我 因為老闆不曉得 叫做要有什麼 企業個體的假設嘛 企業就是一個個體 跟你不能混在一起啦 你私人要用的錢 你就要從私人的口袋 你的心想靈啊 從那邊方面去護啦 不能用公司的來護 因為如果是用在公司方面 你才要由公司來護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民政府執政以後 我們的公務人員 也必須遵守這個規定 企業個體的假設 政府單位所配給的用處 不是你公務的事情 你不得用他公家的油 我想我們這個普遍 從這裡面來省錢的話 也會省到很多錢 我講這樣大家不要清楚嗎 假設今天是禮拜六 你要帶你太太跟你的家人出去旅遊 你可以開公家的車子嗎 不可以 因為是你私人的事情 所以一定要執行 所以我們會省下很多錢 這樣的話就會省下很多錢 每一個人都要有這種 把以前的壞事改掉 有一篇文章大家去看好了 我身邊在這個地方講 樂家輝 大家知道嗎 知道的舉手一下 謝謝 他是美國派到中國當自中國的大使 美國自中國大使樂家輝 我看到那些 所以以後 我的想法 有機會 大家要看看 他寫的報導 中國方面的一些雜誌跟媒體 認為樂家輝是來破壞他們 他們分離他們民眾跟政府之間的 矛盾對立 他說 一個大使 派到北京去 他做經濟艙 出來以後 又叫計程車 到大使館去報導 那麼 他的孩子 送到打工的學校去上課 他說 跟中國 中國的一個小小的官 一出去可能一兩台車子 有的像大使吃氣說 三四台車子 他叫計程車 所以 大家 會 體戀到這一點 因為 他認為 這個是 出來 公家的票就是經濟艙 一個大使 真正 他們的出差 做經濟艙 我們感覺到蠻佩服的 像現在的我們的一些企業 好像 我們 一般說 我用信用卡 我有某一個航空公司的會員 經濟艙跑了兩次三次 我就可以升等 大家也要升等 所以 一個大使 跟人家擠在經濟艙裡面 也小小的位置 所以 我認為 以後 我們應當 像 樂家輝 這種 情形去看 如果他要買 你 頭的艙 他也可以買得起 他 他打一個電話去大使館說 我坐幾點的灰燼 派車子來接 也可以 他們就不願意 他坐計程車 所以 好的 榜樣 好的 勢力 我們要去學 我們 未來 台灣 真的是 很美 很好 我們 等於是一個肉眼 大家的同心 大家的同心 你們這一屆還算 蠻不錯的 現在都有 冷氣了 我第一屆 就來也在這邊上課 也參加受信 所以 一直到現在 慢慢 很多 我們的做法 我們的努力 受到一些肯定 所以 很多同心 都 來上課以後 認為說 這個冷氣我來接 那個東西他來接 蠻感謝 我們有今天 都是 大家 同心 合力 阿誠的 才有今天 那 好了 我們這個 應當清楚了 這個 公司的錢 就是公司的錢 你不能去 用 如果你用在公司 那當然可以 如果是用在你私人的 現在 好像我們去買東西 因為 有的去買東西說 都會問你說 要不要打公司的 發票 號碼 有時候不要 有的說 這個是用在公司 開公司的 賬 這個是 給大家知道 這個 那麼現在 繼續經營的假設 這一點 我要跟大家 有一個共同的觀念 我們開企業 我們經營 我們是民政府 等於是 我們未來是政府 那這些 這個政府 都是 怎麼樣 繼續經營的 不能說 今天 開張 幾個月 關門了 尤其是私人企業 我常常想 你要做什麼行業 是不是你最有把握 當說你要開這種公司 你一定要這樣想啊 這個行業我最有把握 我來經營一定會怎麼樣 賺錢嘛 我才要做嘛 不是說 我要來賣花票 那那個就不一樣了 那個就是西社公司 我開 我成立以後 你那花票 然後 然後 一張賣花票 一本賣都要錢去賣一賣 我 三個月或半年 我又搬一個地方 又每天再換公司 每天在不同的地方 台北 成立一下 跑到 那個桃園 再來跑到新竹 不同國稅級的單位 跑這些 那這個就不是我們所說的 繼續經營的假設啦 那當然我們這個繼續經營 我們認為這個企業我就是 所以這個帳上的處理啊 也是這種原理來處理 我買的這個機器 可以用十年 那當然我不能用一年把它攤完啊 我要分十年來攤 這樣的話啦 我才會算出來 我真正今年會賺多少錢 如果我不分十年來攤的話啦 變成什麼 今年買了這些機器來了 機器幾百萬 那 假設一百萬 那我今年可能就虧本了 所以說必須分十年來攤 那我每年都會有賺錢 那麼再來啊 來談到貨幣單位的衡量 那麼我們啊 現在啦 記賬啊 都是以新台幣啦 那麼如果你要用美元記賬的話啦 也可以啦 但是先去背一個案 再來 幣值不變的假設 幣值不變的假設 這裡面啊 如果以經濟學來講 以經濟學來講 物價是上漲的 物價是上漲的 一般的觀念 就是看利息的高低啦 為什麼會產生利息 一般的大家用簡單的分析說 我有一百萬 我不用忍受這個不用的忍耐 把錢存在銀行一個月拿這些的利息 如果說一百萬 等於我們所說的一百萬的話 如果說一個月拿五百塊 這個利息 就一百萬我不用 我就忍受一個月可以拿 那這個就形成了 我們這裡面啊 就幣值不變啦 這個一百萬都實質上是這樣 但實際上的那個價值上啊 就不一定啦 我們 年初買一個便當 五十塊 現在去買一個便當 可能要六十五塊 這個 這個就是 那幣值上啊 幣值的價值 他寫的都是一百塊 實際上我們要去買來 他的實際買得來的價值啊 又等於減少啦 又就是等於幣值貶值啦 這些還有跟利息都相關的 在經濟學上啊 大家可以去探討的這些問題 那麼我們再來會計期間的假設啦 我們現在都是這樣 那日本的會計年度啊 他是四月一號開始 日本的會計年度 所以 我要 我要 在這個地方 問一個問題 看大家 我想 上課 今天是最後一天嘛 一九五四年的四月一號 那一天 一九五四年的四月一號那一天 那因為我們這邊所說的 日本的會計年度是四月一號嘛 那麼台灣當時是日本天王的 那麼當時候實施了什麼 大家知道嗎 什多了 你 subsid什麼 是 什...實施什麼 一...九...四...五年 是...實施什麼 四...五年 四月一號 馬... 把臺灣列入日本臺灣 就是他永久不可分割的領土 真正的納進來 臺灣人民可以當兵 要去當兵 臺灣人民可以去參加日本的議會國會 我們臺灣選出了五位眾議員到日本參加會議 所以那一天開始 所有的國家 你用武力來侵占也好 用什麼方式來霸佔 戰友也好 多不能成立 這個領土就是永久不可分割的 所以現在中國不敢講釣魚台是他們的領土 日本已經說明了 釣魚台是我們的領土 固有的 他才講固有的領土 這個就是1945年4月1號 所以在這裡面大家要知道 可能有的鄉親不知道 他說日本打敗仗了 投降了 現在把這個臺灣就給中華民國了 沒有這回事 等於常常說 有我們一般的論事常常說 我們在臺灣住了六十幾年 臺灣是我們這些人來決定的 對不對啊 不對啦 不對啦 為什麼不對 因為假設你們自在國賓 把他住六十幾年 他說國賓就是我們的 國賓要賣是要我們來決定 這樣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嘛 因為所有錢不是你的嘛 現在我們就知道了 1945年4月1號 天皇下昭師 把臺灣納進他的國土 所以 依照國際法 戰爭法 中華民國就是流亡政府 很清楚啦 這個是蠻清楚的 這個剛好談到這邊 我們也補充一下 再來看到第六項 重要性跟穩健性 當然我們這個就是要了解啦 那麼因為這裡面我們所說的重要性跟穩健性 就是說所謂重要性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來講 假設我們的工資的營業額 是幾億 一年的營業有幾億 那他去買一個用劑 買一個用劑 那麼是 一兩萬塊的用劑 那你要把它當作費用來處理 他是劣在資產來處理 這個就是他的重要性 因為一萬多塊的東西 對他的整個影響 他做幾億的生意 對他的影響不會很大 所以在這種對他來講重要性不是很大的重要 所以他的處理 可以當作費用處理就可以了 如果他的營業額 只有 那麼幾十萬 那你買了一萬多的用劑 那你當然要列在資產來做分攤 這些觀念也給大家來參考 那麼穩健性就是有的就是在有的不高估 或是我們要作為穩健性 盡量資產一定要低估 負債 那麼通常要高估 成本效益 這個更重要 成本效益常常在管塊高考都會考到的 幾乎都會有一題 因為普通考試高等考試 我是也審過這些題目 所以在這一章裡面 在管理會計 就是有一個專章 叫做成本效益的問題 成本效益 這個就是我們未來要黃帝 我們未來要黃帝 那麼我們不要跟什麼流亡政府一樣 我們一定要改變 所以在我們的 台灣公民權利法案29條的規定裡面 在編審預算的時候 一定要考量那麼一本筆的大小 以後編預算是根據這個原則的 利益最大於成本 那可以做 你的利益大於成本的這些預算是可以做的 不能像文字館 大家知道嗎 每一個鄉鎮都蓋一個什麼 活動中心 還有老人集會中心 老人集會中心這些都在養文字 他也沒有考慮到說 未來維護的費用要多少 當時候在蓋的時候有沒有考慮到這些 可能都沒有 所以很多浪費 所以我們在編審預算的時候 一定要考量的 那再來我們談到行業的特性 這個就是在處理上有特殊 行業特性我也簡單舉一個例子 如果這家公司是賣冰的 好像夏天要吃飲料 冰的飲料的公司 當然他的旺季在什麼時候 在夏天 冬天生育就比較少了 所以他在計算這些成本的時候 在計算成本的時候 他說 那麼等於說夏天是賺錢賺很多 冬天就是虧本 這樣可以不可以 在觀念上 應該這樣是正確的 事實上 因為你的行業 他的特性 所以他要拿你的這些設備的費用 也要來分攤 按月來分攤的之外 還要考量特性 可能淡季 可能就攤少一點 忘記就會用把它攤多一點 那這樣玫瑰葉的獲利才大致相同 不會差這麼多 類似這些都要考量的 現金收付制度 這個我們要告訴大家 什麼叫做現金收付 有現金收進來跟付出去的財記帳 這裡面 現在的記帳你要採用什麼制度 這個是一個說我要採用現金收付基礎制度 我要採用前者花生基礎制度 你要採用什麼制度 實質上我們現在國際財務整財 所謂國際財務整財 它所採用的是前者基礎花生制 不能採用現金收付制度 那麼這個現金收付制 那麼有的現在政府機關也已經 也不再採用現金收付制 有時候我們說台北市的健保會 所以有的編出來他說他是用現金收付制度 實質上如果用前者花生制度 他還欠多少 馬英九欠到現在 還有全民再分攤再還 所以很多依法行政的 自己帶脫不依法行政 而破壞會計制度 前者花生基礎 什麼叫做前者花生基礎 最簡單的解說 你今年花生的收益 收入 今年花生的收益 要由今年來享有 明年的收益 你不能把今年 雖然明年的收益 是今年都收到錢了 你不能把你認為收到錢了 就今年來享有 不可以的 這些是明年的收益的 你就要留到明年 這個叫做前者 那一年所發生的利益 由那一年來負擔 另外一年就由另外一年 就劃分 從12月31號為 那麼等於會計中了的日期 所以這個要前者 假設我們去租房租 我們有的房子租給我們 他說我們要收一年的資金 那你現在去租 一年租金都給他的 那我們要算今年的會用 只能夠算到12月 12月明年的一月到六月 那要算明年的支付的會用 今年所支付的會用 只能夠算到12月 這個就是說 我們雖然付錢給人家 那我們也要明年的部分 我們還有怎麼樣 等於是億戶 億戶的會用 也是屬於我們明年所做的要付的 今年不能算 那這個叫做前者花生基礎 那這裡面文字上的說明 我都不再 我都把它重點解釋 那上市上會公司 跟紙藥金融業務 2013年開始要遵守國際報道 整則IFRS 那麼編制財務報表 多採用前者花生基礎 所以我們十個 好啦我想會計政策 那麼我簡單的一個例子大家就清楚了 當時我們台灣第一一個橋收費的 最早過橋要收費的是哪一條開始 西樓大橋啦 大家知道嗎 西樓大橋他當時是怎麼樣 向沙烏地借款 借款來有錢啊 慢慢收慢慢還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是他的政策 這個大家清楚 那再來 內部控制的重要性 內部控制是一個怎麼樣 我們只要就是一個建督啦 那麼內部控制要做到什麼 因為有財務報表的舞弊 這個是高階層的舞弊現象 現在美國安隆法案已經把 那麼財務報表的舞弊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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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監事都要判刑的 都有刑法的 再來 一般的話 都是有挪用跟侵占資產 這個是挪用現金啊 或是財產啊 只要就是內部控制 為了要來防止這些舞弊 那麼我們再來啦 就是一般我大致把它 累了一個會計制度的資歷裡面 我們還是用這個1月1號到12月31號 那麼我們所採用的啦 那麼採用啊 是前則發生資助 年中的時候啦 平常的時候啦 我們也可以採用現金收付啦 這個資助 那再來談到報表跟會計科目 我們有這些表 我也講過啦 資產負債表 現在啦 都把它改為啦 那財產狀況表 那再來 會計科目裡面 我們帳戶裡面呢 有這些帳戶 來 會計評證啦 我們會計評證裡面有原始評證 有類似這些 那麼 計帳評證有三個 我們當然如果有的有現金收入啦 現金支出啦 還有現金轉帳啦 也有類似這些啦 但是我們簡單的啦 是有這些啦 那在預算編審的時候 我們再提到一定是按照台灣公民全力法案29條 大家翻翻29條好不好 大家在你的座位上啊 都有一本29條那麼公民全力法案 我們以後啦一定都會按照我們的全力法案所公告的去執行去做 29條 翻翻看 那麼 那麼 在這邊啦 有一張啦 收支預算表 那這個也給大家參考 我們可以也按照這些表格 可以做參考 那財產管理是也蠻重要的 我們要有一個財產登記部 因為我們是永續經營啦 不是說這個部門的長官走了 下個部門來接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們每一週 假設有人事變動的時候啦 啊 都要有 都要有 就要有 都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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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表格 都要有 財產登記部 那麼財產會計處理的原則啦 这个就是说 我们会计处理的原则 一般通常要有的有零用金制度 零用金你要设定要多少钱 好像零用金设定到五万 或是说 那一般超过多少钱的 就要用支票 或是要用什么方式来处理 这个是给大家参考 再来 我们各桌的财务凭证跟账簿 表报支档案的保存规定 这些规定 我们也参照了现行的一些法令 永久保管的有12345678 大家可以当录这些资料去参考 那么十年的也有这些 还有五年的 那再来还有三年的 那这些都必须要保存的原刑 到了以后 那么再消除 那么还有一个规定 有的时候我桌里面 我们只有好像主任秘书一个 还有只有一个办事人员 办事人员又监怎么样 监出纳 那这样的话会计要怎么办 那会计也可以请主任秘书来监 可以用监的 刚刚开始的话 会计由某一个人来监 出纳由某一个人来监 不能两个出纳跟会计在一起的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规定 我们中央的补制不会拨下来的 一定要分开 分开才会拨钱的 这个也跟大家报告 那么 再来就是财务人员 刚刚我讲过了 可以用监的 不能一个人 查合有时候要有关机关会去查合 这个只是给大家参考 现在来谈到未遵行会计制度的案例 这个丢连丢到美国去 这个案例很好 六三三 有没有 六三三的四殿 这个是什么 一个处长 在我的观念上 这个就是总领事 早期有真正的官位的话 总领事派出去 多先到总统府跟总统照相以后才出去的啦 因为我在桥界也很多年 总领事馆或是我们处的 那么什么办事处 什么处 那么多有去看过 那总领事馆有的他的座位上 后面就摆的他跟总统照相在那边 几乎都是这样 他的办公室一定 要不然他的大的桌上一定会摆一个跟总统照相的 这个只是说这么大的被联邦FBI带走了 他说要回去拿眼镜 不给他回办公室 连眼镜都不给他拿就带走了 这个大家主要就是 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一个这么大的官 你违背了这些会计制度 你一定有出纳嘛 你钱有出纳去付就好啦 你还管这些干什么 里面你要开友嘛 讲一个不好听的就是这样 你看每周付多少钱 他没有遵守会计 那其他的啦 这个例子啦 我们就不再说明啦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那我们这个再提一下 我看到这个我也蛮痛心的 这个是什么 善款耶 大家花 我说那个红十字会 我小学当小学的时候 我都买了很多红十字会 一个红红的写一个十字还挂在这边 说你这样是爱国 爱我们都缴了钱耶 他现在还有什么 暗港啊 43亿 怕死人 真的是吓死人 你看 这些都没有用过 那大家就了解了 这个善款能够暗港 所有的 所有的 所有人民的钱 会不会暗港 所以 推理 大家 我想今天 就 报告到这个地方 感谢各位 谢谢